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如果被制裁 那它是咎由自去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即使历史和法理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任何正确标示的地图 都应基于上述事实 美方有关做法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妄图借所谓台湾地区地图问题 大搞政治操弄 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我们正告美方 打台湾牌 如同暴心玩火 不仅会把台湾 推向危险境地 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美方应该停止虚化 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径 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意 恪守对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 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